Hello 大家好 又是阿鵬和大家分享心水的时候 刚刚沙田开罗战 推介了两个好东西给大家 当然 最惨的是两个就 win不完 一 win 一个第二 但是也叫做 少去交代 希望大家有跟的朋友就开心心 一起赢钱 这次又推介了一只好东西给大家 希望这只马亦都可以帮大家一起 拿回马会多少洗肺 就来中秋 正所谓 都要拿回他几个水买回合月饼和家人咬一下 一人戒回东西都舒服点 正所谓一行戒给你大佬 一行戒给你大嫂 这个时间先看看 我推荐第六场三班1650 我选一号欢迎福星 先看看这只马 我看看他前一次在三班 就是赢1650的赛事 二档 很容易认 就是黄色帽 绿色衣服 黄色衣服 现在2号想想那只他 在内兰第三位 对呀 那这只马呢 其实呢 我觉得他呢 现在的跑法呢 跟以前呢 初初跑法不同 以前初初跑法呢 就达得比较厚一点 现在呢 这只马呢 前速呢 真是 由于可能是以前 因为1200就比较短了 然后1400都是一般的 1600呢 他的前速呢 就真的平均了 就没有以前跑到1200 1400的那麽慢了 好啦 现在都是留守在这个第四位 这些内兰 这些真是叫紧糊的 那巴道骑的 这次呢 为什么找周俊乐 周同学呢 以前都跑过这只马 也都赢过的 那时候还在四班的时候 但是周俊乐的好处就是 起码还有五磅 他还有呢 这只马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 上季呢 七元一号那场呢 他已经上到二班 那么二班 很明显是 这只马就很久班 所以呢 这次下回 三班 再找周同学呢 不用背到 133 顶磅背128 这五磅呢 很重要 好啦 看看怎么回事呢 转弯 巴道骑的这次就是转弯 后住个好位 一摄出来 鬼鬼书书 偷翻鼠 一摄出来 开头想着里面内兰 谁知道内兰说被封住了 跟着没位 打出去中间 跟着 开始冲了 这只马呢 那个劲勢呢 除了跟前者之外 你看冲上个势 旁边那只 哇 还会死过行云流水呀 超趣呀那些 那些 跟着 那时 这只马 都真的有些计 结果 亦都是大叶本赢了 因为那场马呢 赛前由三点六六到三点一倍呀 那结果呢 亦都是不负所望呀 这次我选这只马呢 觉得他陆回三班呢 对着这一阵马跑呢 是有点优势的 所以 这只马呢 尤其是吕建威啦 吕建威贵初 我觉得那些马呢 除了是欣斯呀 高东尼呀 那些 就是状态贵初是挺好的 这些列马师之外呢 我觉得吕建威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马都开始来了 OK 好 这个时间 看看我的心血推介先 就是呀 第六场 一号 欢迎福星 那大家订多是可以 小小点买WinPay又行 或者找他Q做胆 三重彩 四重彩 就複式马胆 又会比较 稳妥少少 那另外我两位拍档 张老师Matthew 都有一些好东西推介给大家 记得 每次的赛马日之前 看完我们吃老的视频呢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甚至乎如果大家 觉得有些东西可以避的 就避 如果那些 那一排的旺的 你就跟多一点 好不好 希望下次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东西 还有这只马 可以帮到大家 收拾星期三 赢饭多少 拜拜